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默山姐 微信可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聊天软件了 那么我们在使用微信特别打字的时候很慢该怎么办 特别一些老年人他不会打字 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只需要打开这个设置 一分钟能说上几百个字 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这种困扰 就是每次打字是非常慢 但是又不想发送语音该怎么办 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根本不会打字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快速打字呢 首先第一种方法长按麦克风这个按钮 在这里你想打什么字就说什么话 它可以快速识别你的语音 把你所说的话翻译成文字 说完后的语音我们只需要向右滑一下 滑到文字这个位置 这时他可以准确的教我们刚才语音的话段翻译成文字 完全没有错误 精准度是非常高 而且他支持普通话 粤语还有英语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这些语言的时候 同样可以翻译成文字 如果家里老年人不太会打字的话 就可以教他这个方法 将自己说出来的语音直接翻译成文字 就再也不怕不会打字了 接下来再说第二种方法 就是微信自带的语音输入功能 打开夹号后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语音输入 这里有一个小麦克风 我们只需要对着麦克风就可以讲话 同样这里可以选择语言方式 选择自己适合的语言方式 就可以直接说话了 这个功能跟刚才的是有所不同 这个语音功能是边说边翻译文字 上一个功能是把一段话说完之后 它再给翻译出来 两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这里把自己想说的话直接翻译成文字 同时可以检查有没有错别字 我们将它修改 而且它还可以添加表情 这个语音功能也是非常强大 特别适合不太想打字 或者是不会打字的朋友 而且识别的字是非常准确 一分钟的话就可以说上百个字 学会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使用微信的小技巧 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 家里的水壶永久 水壶里面就会有厚厚的水垢 很难去除 那今天教大家一招 只需要在水壶里撒一把塌 就可以轻松去除水垢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家里的电热水壶 我们是每天都会使用 但是使用久 大家就会发现水壶底部 就会有一层水垢 如果长时间不将这个水垢去除 那会导致这个水垢越来越厚 今天教大家一招 去除水壶水垢的方法 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准备淀粉 将淀粉撒入壶底 但是不要太多 少量的就可以 接下来多倒一点白醋 接下来我们直接接一点水 不要太多 半壶就可以 煎好水之后 我们直接将这个水烧开 水壶的水垢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醋里面的醋酸会与它发生反应 在加热的过程中就会溶于水中 这时我们只需要等待水开就可以了 等水开之后 我们需要静置半小时左右 这样就可以有效将水壶的水垢轻松去除 不需要任何清洁剂 而加了淀粉之后 可以有效的将这些污垢吸附下来 时间到我们再将水倒掉 最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水壶 可以看到水垢轻松去除了 我们再接一下清水 将水壶清洗到两遍 看一下水壶是立马干净如新 如果你家水壶也有水垢的话 那就赶紧试试这个 去除水垢的方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去除水壶水垢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解 说到微信和支付宝 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一个支付工具了 那么我们使用支付宝和微信的时候 一定要将这个设置将它关闭了 否则你的签手你都不知道 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 微信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微信 打开它 之后打开钱包这个功能 可以看到钱包上方有三个点 这个就是管理的位置 打开它 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扣费服务 我们点进去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有哪些自动扣费的项目 这个地方是比较隐蔽的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些不需要的项目 一定要将它解约 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微信的时候 发现微信的钱包总是少钱 那很有可能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有很多朋友开通了会员服务 影视会员服务 或者是软件会员服务 这种服务都是按季度或者是年扣费的 最常见就是按月扣费 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些服务 一定要将它关闭 否则它就会每个月扣出你微信钱包里的钱 造成损失 所以这里不需要的功能一定要将它关闭 关闭后我们可以看到下方 已关闭的服务 这个就是我曾经关闭过的 有很多扣费项目 大部分都是在我不知情不小心开通的 因为有的远见你认为是开了一个月的会员 其实有很多隐藏条款 它是默认开自动续费 每个月都会续费哦 稍微不注意就会扣除你钱包里的钱 这一点一定要谨慎 第二我们再来说一下支付宝 我们同样打开支付宝 打开后上方有一个设置功能 在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支付设置 我们打开它 同样这里有一个自动扣费免密支付的项目 这个功能就是免密支付 我们是不需要密码 它会自动支付 如果这里有哪些扣费项目你是不需要的 同样将它关闭了 不然呢 就是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在你不需要输入密码的时候 它会自动扣你费 一旦有什么差错的话 我们想追回钱都比较麻烦 所以在使用这些功能的时候 一定要将自动扣费这个设置关闭 避免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使用支付宝和微信的注意事项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相望少人姐 平时我们买回来的肉类 都会放在冰箱冷冻起来 那么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也很方便 但是大家知道吗 放在冰箱里冷冻式的冻肉 也是有保质期的 如果过了这个保质期 就最好不要吃了 那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家里冰箱冷冻式啊 经常会放上一些冻肉海鲜等等 大家总是认为 将肉啊 放在冰箱冷冻式里就放心了 肉怎么也不会变坏 放多久都行 其实放在冰箱冷冻式啊 也是有保质期的 就和其他食品一样 那过了保质期 冻肉啊 就最好不要再吃了 平时我们吃的猪肉 牛肉 羊肉 虽然冷冻一年也能吃 但是这么久啊 口感已经不好了 而且肉类放在冰箱里太久啊 水分会流失 口感也会变差 如果在保质豆肉的时候 处理一下 密封好 包装好一点 也许水分流失就会差一点 但是有时候如果包装不严 随便装一下 就直接放在冰箱里呢 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 这个肉的表面发白 并且吃起来很难吃 口感也很差 那么我们保存冻肉 大概保质期是多久呢 如果是新鲜买回来的这个猪肉 羊肉 牛肉等等 我们放在冰箱里 最好在六个月之内将它吃完 那像鸡 鸭 鹅等 这些禽类 它保质期会长一点 我们建议八个月内将它吃完 放久了 变柴不好吃 营养也会流失 接下来再说一下海鲜类 像鱼类虾类贝类这些海鲜和其他肉类相比呀保存时间并不长 说到海鲜一般吃的就是新鲜 建议大家两个月内将它吃完 而且没经过处理的海鲜呀直接放在冰箱里也会容易滋生细菌 这种低温呀也不是隔绝细菌的滋生 所以建议大家海鲜还是新鲜的最好 最好是现买现吃 另外提醒大家 家里的冻肉啊最好要分装好 千万不要大块的直接去将它解冻 如果吃不完再放冰箱的话 很容易再滋生细菌 将肉分装好 用多少拿多少 千万不要反反复复的拿出去 如果保存不到的话 就会滋生细菌 这样对我们人体也不利 小编建议大家 不管我们买回来的什么肉放在冰箱里冷冻室 最好在一个月内将它吃完 而且不要大量的豚肉 只有新鲜的肉吃起来口感撒好 营养也不会流失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知道冻肉的保质期了吧 那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